红星战神太子竟然过档分布 从此与陈浩南大飞等之友站在了堆立面 不仅江湖上众说纷纭猜测不断 连太子本人也不敢相信 这一切来得太快宛如一场噩梦 他内心中似乎也明白过错大半在自己 但事已至此 以他的性格怎可能会再回头 只能戒酒消愁 身边甘胆相照 生死与共的兄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向来看不起的包皮之流 这种背叛大哥的反顾仔 也配跟我太子喝酒 包皮自讨没趣狠狠离开 他是反顾仔 那太子呢 背叛蒋先生又何尝不是叛徒呢 太子不愿多想 只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树欲静而风不止 他虽不愿与老东家产生矛盾 只是两家社团的仇怨深入骨髓 怎会让他如愿以偿 自他过大后摩擦不断 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江湖威望太高 不仅嫡系门生一百二十人 全部随他一同叛变 红星社更有过千人 欲效仿他过当分布 太子心中更是惭愧难当 他实在不愿与过去的朋友 加深误会 更是不敢想象 蒋天生此时对他的看法 他不知道 蒋天生表面已经对他失望透顶 实则仍在为了挽回他 做着最后的努力 近身掏尼 为了替龙头分忧 自高奋勇接下了任务 他自信定可说服太子回头 他与蒋天生于三年前相识 管理学硕士出身的他 父亲学识渊博文武双全 且忠心耿耿 蒋天生对他喜爱有加 一直悉心在培 想把他打造成第二个尘要 汤米也急于在龙头面前证明实力 但姿势甚高的他忽略了一点 他的对手是极度狂傲的太子 口才再好 学历再高 直上谈兵的一套理论 在太子这里恐怕是行不通的 太子喝得醉意朦胧 听他的语气声音 有如教育自己一般 这几日的悔意见消怒气上涌 让我走就走 现在让我回去就回去 把我太子当什么人了 有诚意的话 叫陈耀来跟我谈 量宅男也没有问题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教育我太子 你算老几啊 对方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汤米也不禁怒伤心头 在所有的办法中 他选择了最错的一条 对付粗人就应该用激将法 他滔滔不绝 自以为有理有据 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前太子的状态 太子气得浑身颤抖 酒意弥漫 怒火燃烧 拳头捏得劈啪作响 咬牙说道 狗 你敢说我是狗 这句话 是在对汤米最后的通点 他失去的话 就应该赶紧的道歉离开 太子真的想给蒋天生面子 不愿意闹得太大 不想对方仍旧是口不择言 表示不回红星社的话 他的下场就会如流浪狗一般 砰个一声闷响 太子雷霆一击 已经打中了胸口 这一拳迅接无比 汤米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但他自信 跆拳道黑段的自己 不输太子 竟然上前对攻了起来 太子一个大意 中招后被打得头破血流 太子 你以为你是谁呀 真觉得自己无敌了吗 太子一脚将其踹飞 头上的鲜血已经模糊了视线 他气得浑身清净暴气 连连怒吼 等到门外的手下赶到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鬼王等人 见涛尼手下满脸惊悚 已知大事不好 房间内凌乱一场 四周血迹斑斑 太子坐在椅子上 喘着粗气 而他的对手 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可怜的汤米 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这种结局 他的跆拳道 在太子面前 毫无招家之力 鬼王火柴等人 几乎吓得要哭出来 他们都知道 太子这次真的完了 这个祸闯得实在是太大了 蒋天生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太子疯了 连他的心腹都敢打死 完全没有把他 蒋天生三个字 放在眼里啊 蒋天生看着 汤米的脸难过至极 陪伴了几年的兄弟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 汤米 你放心吧 我老蒋一定给你做主 阿妖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去找谁办 总之 我要让太子永远消失 这从心底散发出的含义 让陈耀冷汗直流 他从来没有感受过 如此巨大的压力 陈浩南接到了陈耀的电话 一头雾水 电话里陈耀语气沉重 不由分说 让他放下所有的事物 尽快赶到 老江湖的陈浩南 知道肯定有大事要发生了 多年来 他为社团出生入死 大方大量见过无数 从来不会惧怕 但他怎么也不敢想象 这次的任务 是让他去干掉好友太子 不可能 绝对没有可能 哪怕太子有万般的过错 必死无疑 也不应该让他陈浩南去动手 他根本就不是太子的对手 就算能胜过他 又怎能忍心对朋友下手呢 江先生 如果你一股行 那就去找寒冰 山姬也行 为什么一定要是我呢 我实在做不到王 我实在做不到王 人能忍心对不对